在4月底的时候呢 我去请了一个产假去生孩子了 然后回来之后发现房产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哈喽大家好我是Nuna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主要去讲一下美国房地产的走向 在这个视频的前面给大家来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我本身呢是从事房地产的业务 我合作的比较多的是seller side 就是listing agent 在卖房子的时候呢 一般大家从2020年到2022年之间 它主要是seller market 也就是卖方的这个market市场 所以作为卖方经济呢 在这个大环境下是非常有优势的 很多情况就是multiple offer多个合同 大家都抢一个房子 所以作为卖方的经济 我事情也特别少 一般房子有时候不上市就已经卖掉了 那么在今年年初到目前为止呢 之前2月份的时候签了一个房子 它是一个遗产房 当时我跟屋主是从1月份开始联系 到2月份把房子放进escrow 然后是2月底把这个房子卖掉的 在卖完这个房子之后呢 他的邻居联系了我 也想要卖房 但是因为我要4月份去生孩子 所以我们决定是在5月中旬 大概是5月10号的时候 我们决定见面 然后把他房子拿出来准备好 拿出来卖 因为由于这个房子B跟房子A之间 是存在着一点点差异的 这个房子A是遗产房 所以他的状况没有房子B来的那么好 所以我们在商量如何把这个房子B 放到市场上的时候 这个价格呢 屋主是想比原先那个价格要挂的高一些 这个我也能理解 很多情况下屋主都喜欢挂高了 然后一定的空间到时候再降价嘛 可是呢 我们在5月中旬把房子放上市场之后 头一个星期的前三天 没有任何的修营 我以我自己的经验就跟屋主讲说 你这个房子一定要降价了 而且不是仅仅降很少的价格 你要多降一点 这样的话呢 会引起别人的这个注意 而且更加容易多个合同竞争下 把你的房子以高价格去卖掉 因为你现在的利率跟之前不一样 他就反问我 他说路南 那为什么你之前隔壁邻居是三月份卖的 跟我现在这个房子 我状态比他好那么多 会有就是会 我为什么卖不到这个价格 我就跟他说 我说当时虽然我是三月份过户的 可是这个房子呢 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他接受了合同 二月份时候的利率跟现在相比的话 他利率整整高了三个点 所以说在买房子 在买家的心理上 你这个时候 当你利率升得这么高的时候 很多人观望的买家 他就不买了 好那么我们首先呢 第一点我们先来讲一下利率 现在的利率为5.5% 大家记得清楚的话 两年前我们的利率是在2.95% 3%左右 利率的增加呢 会对房市往往造成两个不同的影响 对房市造成两个影响 第一那么房价还会跌 第二呢 他这个房子不会像以前一样卖的那么快了 对于费城很多买房的朋友 他会选择一个贷款公司 比较有名叫派拉门贷款 他最新的利率呢 他是五年 三年锁定 在5.0 原先是4.375 咱们这里说的是投资贷 就是作为投资房的 那么五年锁定的是在5.25 然后以此往上增加 所以说利率的增长 无疑对一些投资买房者来说 他可能就会持有一种观望的状态了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费城的房价真的是比较的便宜 平均的这个房价的平均数是差不多30万到32万之间 那像我们这些投资房差不多就是20到25万之间 那很多的客人选择投资的话呢 他前五年如果是锁定利率的话 之后他可能就会全额付款的形式 把他都付清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对于投资人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因为原先去年的这个利率是4.375 同一家贷款公司是4.375 好的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之前的那一篇文章 那这个文章里面包含的内容真的非常的多 我们在今天的视频里就采取4点来讲一下这个对房市的影响哈 reference在所有的各大这个房产网站当中呢 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个采取数据量最精确 然后写的报告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网站 每五个卖家里面 他会有一个降价 那么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有两点 第一就是今年和去年相比 今年的屋主他选择性的都会把价格挂的偏高 就像我之前前面讲的我的那个屋主 他也是喜欢把价格挂的老高 然后呢最终我们要选择就是降价 可是呢他不知道这个价格已经处于平缓了 因为现在刚好是sellers market到buyers market之间的一个转折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不确定性高的买家跟投资者 已经开始有持有观望的状态了 第二点他在上面讲的是很多人 之前有很多在Google上搜索房屋出售的 那么今年和去年相同期比较呢 这搜索for sale的人少了不少 那第一肯定是房价持续增高的原因 第二就是利率从从前的3%2.98% 涨到了现在的5.5% 他前两周是5.5% 那本周是5.1% 就是全美中位数的月供是在2400 那第三点呢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中位数 中位数去年相比的话今年增长了16% 也就是说今年是40万美金 但是median asking price就是说他挂上去的挂价呢 已经接近了创新高为41万8千美金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sellers啊 他都是挂特别高的价格 那不一定能拿到这个价格他就会选择降价 这就是为什么每5个里面一个他会选择降价的原因 那最后一点我个人也是比较吃惊的 就是他这个月供的中位数 月供的中位数跟去年相比增加了42% 你想想看他房价增长了16% 可是他这个月供因为利率的增长 他增加了有42% 那肯定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吃下这个月供这个贷款啊 他就算是买了房子 比如说在escrow刚好准备过户了 那你一算他这个可能今后他的受贷款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所以就很多这部分人他可能就会退出这个房市 就不进行一定的考虑了 那好我今天的视频呢就先讲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要关注 我是露娜我们下期再见